欢迎来到KK胡元奇闻探秘,我是胡仙儿 前几天看到脸书疯传这张卧佛的照片 里面的留言更是精彩 许多网民直呼忍不住像,导致功德没了 这尊卧佛是在泰国干澎壁府一个乡村里的波桑圣寺 波桑圣寺建立于大约1957年 1972年时,波桑圣寺的主持呼吁村民建立一尊卧佛像 于是在寺里众僧和村民的齐心合力下,完成了这尊卧佛 村民们表示,虽然该尊卧佛造的不像其他寺庙的卧佛,精致和庄严 但他们却感到非常自豪,因为这是他们亲自完成的 波桑圣寺每天都有许多村民和游客前来膜拜 香火鼎盛 好了,本节目就到此为止 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小叮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